又答各位熊的這邊我大家好 封老師其實今天我們在看強勢鼓的名單當中 率先亮燈漲停版的 也包括了剛剛提到的6509的聚合 那目前聚合漲停雖然打開 那在今天的強勢表態其實也帶動了 電池三雄美琪瑪康普的表現 但是在美琪瑪身上 今天就出現這種創高流上影線 那電池鼓現在到底是危機還是轉機 因為畢竟以美琪瑪來講的話 它是有率先的突破前高 因為前高是在182 今天最高點有來到184.5 到底電池股還有沒有相對的續航力呢 我想其實電池的題材應該會一直延續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電動車的品牌 正在進行掛牌 大家發現昨天晚上美國股市的特斯拉 又上漲了3.25個排分點 同時美國通用GM 它的第一家專用的電動車工廠 上限要開始生產 它股價上漲了3.19% 那德國的電動車 Sono在美國上市還觸發熔斷 大漲1.1倍 所以整個市場的一個資金 又全部的轉向了整理過後的車店 今天看到的電池股 不管是聚合美琪瑪或是康普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已經整理了好幾天 那這就是電池股到底有沒有危機 我說電池股完全沒有危機 它只是不過是輪動 整理完成之後就再往上創高 整理完成再往上創高 同理創高的個股 它要拉回來進行休息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是要在 布局在位階相對低的時候 在相對支撐的時候 剛剛轉強的時候 那你看今天一口氣 這個美琪瑪就直接 攻過前高再創高點 那你再看聚合其實已經 整理了將近兩個禮拜 對不對 11月份的行情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它今天一根長紅就攻上漲停 所以有耐心 我覺得在台北股市裡面 獲利並不難 可是不要去做一個追高的動作 低檔布局才會引致 維持跟大家報告的觀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 絕對的一個題材都在車店 那麼你看到 今天是電池大漲 電池裡面續航最重要的 像電池管理系統 8183的金星 今天又再往上漲 你有沒有發現前一段時間 它是領先這些電池股 先創了短波上反彈高點之後 先拉回 但是它又領先人家先漲 關鍵是什麼 哇 投信居然連買三天 連買三天之後 股價今天來去創高 那風路 因為你說的8183金星 它也是華興集團的 投信在這邊買會不會 也是為了作賬行情 我認為 應該不以集團股而來看 因為華興令華集團 它的一個設立的一個市場太大 太多種產業 我反而會認為 這是因為是車店 電池管理系統的關係 那你再看我們前幾天 還在跟大家在講 這個5309的系統電 這個也有電動車電池的一個概念 那你看國家今天又在創新高 好 那我看到今天一個比較特別 是鴻基集團 它旗下的一家公司 代號3046的建基 它一公告說 它也要跨入電動裝 股價就直接跳空漲停 所以市場現在非常的激情 包括說這些低降的股票 可以一個切入的一個題材 就公道漲停 又或者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電池漲了之後 整理完之後 再會再創新高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最高貴的 這12千金 13千金之一的 6781的AESKY 今天再創歷史新高價 來到1555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材應該會持續發酵 但我認為投資朋友在這裡佈局的一個策略 應該還是佈局 第一個 絕對價值不要太高 絕對價格不要太高 那它的一個獲利又相對表現很好 那如果能夠橫跨到電動車裡面 不管是充電裝跟電池管理系統 如果都有的話 那它的一個上漲的一個態勢就會比較強 重點是 假設它又已經是短線上有創高之後 新整理過的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今天幫大家找這家公司 同時擁有電動裝 它又有電動車電池管理系統 雙題材的拜號3207的耀盛 好 那我想這一段 它的股價其實也在我們跟大家分享完之後 前幾天創的波段高點28.7 但它就是強勢整理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守住了什麼 守住了11月8號最大量區的上緣 這個就是我們在跟大家來講 股價它如果有防守 它一定是在這裡面撐住 那既然有守住了 那今天的一個題材又來了 那我們再仔細看一下今天 哇 8183的金星 哇 這一段快速的一個功高 投信也在做布局 然後你看到了充電裝 3046的劍機 一個題材直接跳空漲停 那3207的耀盛 它不僅有所謂的充電裝 又不僅只有 還有所謂的電池管理系統 而且它的獲利也是在目前來看 充電裝概念股裡面 除了3003的這個建核心之外 實際上有在出貨相關產品 它的獲利算是相對好 尤其是去年是呈現虧損 但是今年啊 去年虧了3毛9 但今年啊 前三季就賺了7毛1 而且它第二季是賺0.23 第三季賺0.48 這種的一個營收成長的動能 會非常強 我倒認為啊 如果以現階段的一個市場的一個 對電動車的機型來看的話 相對價格比較便宜的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 那瘋狗老師 我們今天也看到了 元宇宙相關題材的機型 好像有一點退卻 包括了你看2498的宏達電 2388的威盛 目前呢 都還是在盤下 那威盛的跌幅比較高 達到了2.5% 那其實今天相關的 元宇宙概念股呢 漲到了誰喔 包括了說 早上看到了金星科 金星科呢 他也說他要搶攻元宇宙商機 現在漲幅超過6% 創播段高喔 那前三季的營收 也是蠻亮眼的 他是屬於矽智財集團 他也看好元宇宙商機 另外呢 羚羊創新也是如此喔 5236的羚羊創新 今天又一根漲停了 這是不是代表說 其實元宇宙相關的資金 有在做輪動的操作呢 那既然 因為我們昨天在討論 這個羚羊集團嘛 羚羊創新 又漲停之後呢 摩一只貴的情況之下 林陽 林通 這兩檔到底可不可以買 好 我想其實都是在做一個輪動 那你看一下 像6533的金星科 他去年啊 其實獲利其實並不是非常亮眼 去年全年賺了8毛2 那今年的話 股價其實走到這裡 那將近600塊錢的一個價格 Q3 今年到現在前三季賺3.05 我覺得在整個這種續備有IPC資材概念的個股 它的本益比都會給得非常高 那投資片有在操作的時候就要趁著氣勢去操作 如果你去看 其實投信其實在11月16號有買了一些喔 那在這裡面是什麼 突破性的買進之後 今天再往上供高 大家特別留意到 前波的高點在4月初 4月初的高點在644元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如果突破 當然技術面上 它就呈現一個創新高 會走另外一段的攻擊 那這個是我看到 是比較屬於技術性的操作 因為就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我都會覺得這太貴 那如果說我們再去看林陽基調 你看今天的林陽創新 是不是繼續在供到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它絕對價格比較便宜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價格比較便宜的 它爆發力會比較強 所以我會認為說 現在有兩種集團 是我們今天在看到 整個盤面上的系統 整個在上漲的一個邏輯 第一個 底部起漲反彈的 第二個 這個是創新高 而且是高價股在往上供的 再來就是通租區裡面 相對位階本益比比較低的 它都會往上走 這幾個類型的話 我覺得是市場上資金的 一個追逐的主流 就像剛剛張總也提到 面板今天也表現得不錯嘛 低檔在起漲 那我看到其中裡面 不管是友達群創 今天也看到了一個法人報告 針對友達的一個 的一個目標價 也在往上進行調整 那股價在這裡面來看 真的是委屈嘛 其實未來元宇宙 會不會用到友達的東西 我覺得搞不好 晶片就會用到啊 那如果你去看相關的一個題材 相關位階更低的 我覺得除了友達群創這一些 如果你去看籌碼優勢的話 應該在4960的陳美財 這個群創的一個集團的一個公司 這個鴻海集團的一個公司 那它的籌碼其實相對來講也不錯 因為外資其實過去這 將近一個月一個半月的時間 幾乎是天天都在買 對籌碼很集中 對這個籌碼相對來講是比較集中 而且它的一個獲利也不錯 光是它的一個去年是虧一毛三 其實它是屬於那種 不好的時候它虧得少 好的時候它賺得還不錯的 去年虧一毛三 今年前三季塊呢 賺了1.08 那如果以這個十多塊錢的股價來看 賺1.08 或許也可以跟大家 也可以跟市場一樣去期待 期待它明年的一個配息 再來說它的禁值 現在還有15.53 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位階就相對比較安全 而且又便宜 所以它有機會回到禁值之上 我覺得這個應該機會就 我覺得會相對來講比較容易 畢竟價格便宜 那又有獲利的公司 現階段市場的資金比較充沛 我們都想要去找什麼 找被低估的股票 那價值被低估 所以價格現在看起來又很清明 我覺得整體族群再往上走 由搭群上都不錯 那如果就整個的一個 禁值的角度來看 然後再加上說 整個籌碼的角度的話 我覺得陳美堂也可以一定去做個觀察 畢竟這些都是誰 這個低價有量有價 大家都很容易進出的一個個股 並且我們家很喜歡我的 請問一下